昨天晚上桃园县有一名外籍男子跟女朋友搭公车过站了裁案铃 所以司机按照规定并没有马上让他们下车 结果男子居然对着驾驶大骂脏话还做事要打人 这样的行径让网友大骂太夸张了 没有想到这名外籍男子因为不满影片外流 所以今天下午三点左右到警局报案 要告上传影片的网友违反个资法 外籍男子对着公车司机破口大骂 一旁的女友没有阻止竟然还帮枪 车上乘客实在看不下去 那我要报警了 那是有老妙耶 旁边三位老人家赶紧上前缓夹 司机也是一脸错愕 司机想解释 报怒冲上驾驶座做事要打人 如此夸张的场面发生在桃园 4号晚上男子疑似过站才按铃 司机没有立刻停车 男子因此狂骂6分钟 后来是老人家帮忙道歉 外籍男子才终于甘愿下车 公车司机饱受委屈 他按铃的那个司机点 已经错过了那个站牌 所以我必须要下一站让他下车 至于他这位乘客 他也没有做出人生的攻击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就到此 就落幕就可以了 桃园客运知道情况后 表示司机平常表现就很好 这一次会好好奖励他 而失控的外籍男子 也被网友骑底 说他平常就常和社区住户起冲突 这一次在公车上大闹一番 女友没劝他还护航 也让网友大骂 帮外国人欺负台湾人 真是丢尽台湾人的脸 邮电TV杨德宜 戴家宜 桃园报道